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ath学院推出的 Android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Pro to Refresh这个通用第三方空间 生成一个双色球彩票号码的下拉刷新生成器 在上一节课的结尾 我们也给大家演示了 这节课要实现的这个粒子程序的运行效果 这里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好 下拉 松开鼠标 产生一组双色球号码 下拉 再松开 再产生一组 同时这个粒子程序是支持上拉刷新的 这节课我们就编写一个例子程序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先新建一个Android Project Application的名字就起为Pro to Refresh吧 把它放在com.meds.edu.activity 这个包下面 最小的SDK版本我们选择4.0.3 其余两个版本我们选择最新的5.0 虽然这边写的是4.x 但是API 21是对应Android 5.0的 主题我们选择HoloLite 把这个Project添加到Meds.edu这个WorkingSets里面 我们创建一个Empty的Activity 这样我们就生成了一个Android的Project 仿照LaunchActivity这个通用第三方空间给提供的例子程序 我们在我们自己生成的例子程序中 也把另外三个被引用的Library引用进来 点右键PropertiesAndroid 然后添加Add 分别把这三个酷都引用进来 Apply OK 我们先来创建布局文件 布局文件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官方提供的示例程序中的布局文件 拷贝过来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找到布局文件 就拷贝ListView对应的布局文件就好了 我们把内容拷过来吧 在演示示示例程序的时候大家看到了 我们这个示例程序既支持上拉刷新也支持下拉刷新 因此要添加的是PTR Mode这个属性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演示官方给我们提供的示例程序 当Pro2Refresh这个空间封装的是系统空间GridView时 对于GridView而言 它是既支持上拉刷新也是支持下拉刷新的 因此我们只需要把GridView这个对应的布局文件中的相关的属性拷贝过来就好了 我们打开GridView的布局文件 把这一行代码拷贝过来 同时把命名空间也拷贝过来 指定这个属性对应的命名空间 在我们的示例程序中 当下拉刷新的时候 左边的那个logo要是双色球的logo 并且它会不停的旋转 因此我们要指定一个图片 把系统给我们提供了默认的图片替换掉 这个双色球的logo我已经帮大家下载下来了 直接拷贝过来就好了 我们新建一个Drival的文件夹 把这个图片丢进去 然后这个属性 我们指定一下 把它换成双色球的logo 这样布局文件我们就创建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在activity中编写业务逻辑 首先要调用 findviewbyrd 把布局文件中的listview拿到 把返回一个变量 那我们在前面指定一下 pore to refresh listview mpore to refresh listview 然后返回这个变量 并且还要进行类型转换 pore to refresh listview 接下来呢要通过一个适配器把数据设置在这个listview上面 我们先定一个适配器 因为我们的listview每一个listitem的话是显示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只需要定一个比较简单的array adapter就好了 它的类型是strength marray adapter 我们指定array adapter呢 它等于 我们new一个array adapter 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三个参数的这个array adapter 重新打一遍 array adapter 其中有一个三个参数的 第一个参数呢指定的是当前的上下文 第二个参数指定 每一项的一个布局 在这里我们就使用系统的一个布局 android.r.layout. simple listitem 这样一个简单的布局 最后一个参数就是 所存放所有数据的array list 当然这个array list的话前面我们还要再定一个变量 list每一项都是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当作是arealist 它等于我们又new一个 array list 通过范形指定每一项都是一个字符串 并且把array list导入进来 最后边应该少一个分号保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生成了这个adapt之后 就可以为这个PortorefreshListView设置adapter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array adapter 接下来就是为PortorefreshListView添加监听器 我们直接把官方提供的 视力程序中的部分代码拷贝过来吧 添加监听器 我们只需要调用Execute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同时这个变量的名称改一下 我们还要定义getDataTask这样一个继承asyncTask的class 找到这部分代码的定义 拷贝过来 同时我们把不需要的代码删掉 这个注释删掉吧 这个删掉 这个我们定义的是叫areadaptor 名称改一下叫PortorefreshListView 在getDataTask这个类的doinbackground的方法中我们返回一个什么数值呢 大家想一下 在这里呢 我可以每次下拉刷新的时候都产生一组双色球 所以我就可以定义一个方法来产生一组双色球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在这里进行返回 我们这个方法比如就取为Generate a group of double color balls 返回一组双色球 那么在后面呢我就要定义这个方法 Generate啊 把这个方法名拷贝过来 也就是说我每次下拉刷新的时候都产生一组双色球 对于每次下拉刷新呢 我首先产生六个不重复的红球 并按照数值大小进行排列 因此我们选用的数语结构是trayset trayset的话 其中的所有的元素都是不重复的 并且数值是从小到大进行排列的 我们定义一个set 每个元素都是string类型 起名就叫trayset 你有一个trayset 通过范形指定 每一项的类型是string 我们把对应的包导入进来 然后我们进行循环 产生六个不重复的红球 do trayset 每次产生一个红球呢 我们都添加到这个trayset里面 所以产生一个红球 我们还要再定义一个方法 比如就叫generate 这个方法它应该返回一个字符串 然后循环条件是进行判断 当trayset它里面的元素的个数为6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停止循环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定义一个产生红球的方法 private返回一个string 产生一个红球 还记得上节课给大家讲的 随机生成一个 1到100之间的整数是怎样写的吗 我们看一下那段代码 这是随机生成一个1到100之间的整数 这个地方红球的话 按照双色球的规则 是1到33之间的一个整数 所以我们把100换成33 这边也换成33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红球 因为我们要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 并且我们为了让这些所有的红球 它的一个排列看上去比较整齐 所以当产生的红球的数值小于10的时候 我们就在它前面添加一个0 如果返回生成的这个随机数 它是小于10的话 我们就返回 0 然后加上这个产生的数值把它转换成 String 否则的话 我们只需 要直接把这个返回就可以了 同样 同样我们可以生成一个1到16之间的篮球 产生一个篮球 篮球的话是1到16之间的 如果小于10的话 同样也是做这样一个转换 在前面添加一个0 如果大于10直接转成字符串返回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回到产生一组双色球 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先是生成了6个不重复的 并按照数值从小到大排列的红球 接下来我们把产生的6个红球转存到字符串数组中 所以我们只需要定一个字符串数组 其中包含6个元素 其中包含6个元素 它就等于我们直接调用 吹set的truearray方法 其中参数就是指定 我们用来保存 自符串数组的这个数组 这样产生的6个红球就存在了一个字符串数组中 在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产生的这6个红球 把产生的这6个红球 我们先添加一个字符串 根据我们在演示示例程序时候 大家看到的运行效果 我们可以添加第几组 加上第几组的话 如果当前生成的是第一组 那么此时整个arraylist里面没有任何元素的 所以此时arraylist的大小应该是0 所以我们为了显示第一组可以这样marraylist 它的size此时应该是0的 我们再加1这样就是第一组 加上组 第一组我们会显示红球 再接下来就是把产生的6个红球依次的连接起来 rnti等于0 i小于6 每次循环i都加1 每次循环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数组中的第二个红球连接起来 并且在每个红球之间 在两个红球之间 我们添加一个空格 把两个红球隔开 再接下来就要把产生的篮球 拼接上 加上篮球 加上篮球 这个方法就会产生的这个方法就会产生一个篮球 好最后呢 我们把整个的一个strainbuilder转换成strain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组双色球 我们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代码要补充完善的 这个地方我们是返回 这只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参数我们要改一下 还有一个地方 每产生一组双色球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添加到 list view里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on post execute 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要为array list 添加result 我们设置 设置为下拉刷新后两秒产生一个一组双色球吧 好我们再看一下产生一个红球产生一个篮球 然后先产生六个红球 然后转存到字符串数组 最后进行拼接 这个地方我们也重新导入一下 不需要导入 最后我们运行一下程序 我们下拉 松开鼠标 产生第一组双色球化码 下拉松开鼠标 产生第二组 同时上拉 产生第三组 再次上拉 产生第四组 好 至此 我们就通过使用 Pro2Refresh 这个Android中的通用第三方空间 实现了一个双色球彩票号码的自动生成器 这节课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其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